主持繼續開幕 中共的成果到底有多麼的傳奇 中國官方就宣布了 第一個是 捐助花蓮地震災民組合屋 二是開放文旦可以恢復 可以輸出到中國去 三是要重啟 從福建到馬祖的觀光 這些真的是台灣的需要嗎 你要再去考慮一下 它的規模還有它的價值 是不是拿什麼筆記腿 如果說兩岸一家 為什麼田富貞跟盧廣仲 在中國的演出會被取消 共機甚至是越來越親民打 再來我們要來看的時候 術玉鏡而風不止 這個風是什麼人在吹的 其實是徐巧欣 徐巧欣本人 奇怪他好像不希望這個事情停止 徐巧欣的婆婆抄帶了這個事情 婆婆就唯請了律師發聲明說 大家都不要講我們是什麼一屋三代 在給我講的都要點點要拿個 這是非常大的官威 同一棟房子它連續可以貸款三次 而且貸款是金額遠高於房屋的價值 為什麼不能夠討論不能夠質疑 而徐巧欣更是又添了彩火 今天在立法院揹了一個包 說這個媽媽朋友轉證 是三首的名牌包 而且都已經脫皮了還掉屑屑 選舉的時候說自己是苦過來的 現在滿身名牌之後 又說早餐電視可以日賺兩萬 一下有錢 一下沒錢 到底他是有錢還沒錢 今天講了他說跟郭台銘比 當然是很窮 什麼人不好比 也搬一個首富出來談 還有柯文哲他陷入了 北市科T17 18的地上權這個爭議 是不是你是稍微表給星光人壽 被捲入爭議的 是另外一間售險公司是元大人壽 他就發了聲明 他說我們從來都沒有跟市政府有接觸 也從來都沒有參與過標案 怎麼一回事呢 民進黨的市議員許舒華就發現說 有一份是台北市政府跟元大開會的會議記錄 難不成這個會議記錄是造假的嗎 好開始我們更多討論之前先來介紹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資深媒體王瑞德 大家好 歡迎民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大家好 左手邊先來介紹民進黨立委中嘉賓 大家好 民進黨台中市議員周永鴻 大家好大家好 接著歡迎國民黨新北市議員李家凱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陣容非常堅強 稍後還有時事篇員吳靜宜 以及有關於巧心婆婆操待案 在法律層面的部分 我們請教律師黃定 還有關於北市科的爭議 我們今天也請來了民進黨的 台北市議員許舒華 我先請教川哥 我們先從一個部分開始看 台湾的傳奇是傅昆奇 不知道這是為了押韻還是怎麼樣 但傅昆奇其實 如果是台灣的傳奇的話 應該是家喻戶曉 可是人家王滬你說 齊昆 齊昆 原來不夠有名 然後今天傅昆奇 就自己開了一場記者會 昨天回來 然後今天一大早 他昨天就發彩通了 說我們一大早就要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的成果發表 好啦 他說這是國民黨的一小步 但是是兩岸斷線8年之後 兩岸的一大步 這一大步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從這邊來看 第一點是捐助地震的災民 100個組合屋 如果說地震災民的話 我看到數據估算 大概是2000戶左右 捐100個組合屋 再者是花蓮人要組合屋 還是要別的地方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再來他說要開放文旦右紅恢復 可以輸出到中國 什麼人家 中國說不准來的 現在中國說可以了 再來第三個是 重啟福建到馬祖的觀光 這很有意思 福建到馬祖的觀光 中國那麼大 中國那麼大 他只開放那一個地方 而且只開放台灣的馬祖 這個領導 來 川哥怎麼看 這一次的成果就是 文旦觀光組合屋 就不會移動 兩岸觀光 開放福建到馬祖 第三個就是組合屋 文旦這就是他們一貫的 上面的柔慶人是被繩站回來的 如果人間可能洩農界說三個月 每一個館子 我不知道冰東東嘉賓 他們那是要說什麼 煉麩 煉麩 芒果 煉麩 冰東的黑金庫 台灣人吃就沒飽了 吃不夠 防疫的需求 第二岸觀光 其實從這個答案 我們就看得出來 現在是中國 不讓中國觀光客來台灣 對 我們現在在講 在討論的這個同時 台灣有沒有旅行團在中國 有 有 現在台灣人在出國 覺得中華民國政府同意 不必 我今天如果不高興 我們黨務這麼繁雜 不高興飛機坐 他們飛去東京 購物後頭早就回來 有人可以管我嗎 沒有 因為我們進出是注意的 不過東京是日本的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出國是自由的 你不能去北京 我幫你哭泣 東京 我們出國是自由 中國不一樣 他為什麼指定福建 比如說福建可以去媽祖 廣東也不可以 江西 浙江 這都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管制 他們的國人出國嗎 那你說福建到這個媽祖 有很遠嗎 沒有 那就是平壇而已 那兩邊 兩邊都叫做蓮漿你知道嗎 我們的媽祖也叫蓮漿線 對面的中國那邊也叫蓮漿 其實這種開放 其實沒什麼意義 以前小三通的時候 就是這兩個在對口 那傅昆祺這次敘事 對觀光客這一塊 並沒有多大的進展 但是昨天就有一個影片 有一個旅行業者他就跳出來說 他說中國都已經丟出福建到媽祖的 這一個善意的風向球 台灣要接住 趕快開放 你們有要緊嗎 台灣本地就開放了 台灣本地就開放了 是你中國不需要開放 第二 中國的規定要飛來台灣的規定 台灣的規定特定也開放了 是中國的規定不需要 對 所以不是全部說什麼 傅君子說有天津等30個機場要開放 開放我們都反映 怎麼沒有 都反映 問題是傅君子 你這區得到什麼成果嗎 也沒有 你去應該對香港說 你們的規定也送一些來台灣 現在比他們說 他們福建教媽祖這樣黏起來而已 說台灣要全面開放 台灣的旅行團要大量去中國 不說白 大家就說好 對 喬得多好 喬得多 7月以後 8月以後 1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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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 人家說我心理跟麻煩的事情 那就沒有對等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這一個 第三個講到組合屋 組合屋一開始跟那個 慈濟 花蓮慈濟一開始就傳千幾組 他這裡要送100組 千幾組他也跟花蓮管政府說 花蓮管政府最後提出幾組你知道嗎 他只提出250組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中央有這個部署你知道嗎 租屋補助 我們中央有大家可以睡房的部署 可以去住旅館叫民宿 你可以去租一般的房子 換房子 一般的房子還是住樓的 你也可以去住民宿 住民宿叫旅館一個部署這裡 你去睡房是部署這裡 這都一兩萬 兩萬 三萬在補 所以對這些租債屋來說 租屋來說 他們就去睡房就好了 去住民宿 他說如果去住民宿有一個好處 民宿就有人住了 他不是說要拚觀光 可能觀光客這一塊不夠的話 我們就用透過花蓮自己人 當地人來做一個 花蓮的民宿不是就要讓大家住 中央或什麼人入籍 把他包董 把你包這檔 你以前一年做多少我幫你包下來 我給栽民去住 這都OK 這些民宿業者也有 這以前有一種類似的防禦旅館 一樣 中央就把你包下來 你就有收入了 你就要反而沒有觀光客 這些因為都有 所以你去做花蓮的這種調查 你去問那個要住的人 他們的家住會怎麼去住 你如果問說你要去住住 調查起來很少 因為花蓮現在還在抵抗 你住住住住也不放心 尤其大家現在看電視 你去中國的住住住住什麼行 中國的住住住住 你看上面類似什麼你知道嗎 類似工庭的公僚 這樣啦 這是他 房層的方倉 房層的方倉 這就是住住住 他會消不出去也會消來台灣 一種就是說 雙方說這是方倉醫院 現在拆拆了 拆拆了之後 要起來台灣島 是拆拆才要起來 不是真的嗎 因為它是組合 組合 跟你回收再利用是不是 這是一種 第二種就是他們有組合 前前我去賓棟 搭檔 搭檔當時 不知道什麼災害的時候 也有送組合來 看起來怎麼工僚 工僚 工僚就對了 因為台灣包括持記者的組合 包括我們同時這個爸爸風災 莫拉克那時候 那組合屋 現在都很用 你現在要去 我們屏東高雄很多 現在有很多村的 那都會的同時組合屋 要去阿里山公路 倒抽屏 那也整片都組合屋 那材質都很好 可是因為現在法蓮都在抵擋 那些人 住了一大樓 那些人其實 他們大樓 他們也希望重建 重建其實你法蓮 政府你如果抵抵 抵抵中央的 你就整片社會主宅把它蓋起來 三四百戶把它蓋起來 讓大家去住 看要住 你要住還是怎樣 要賣給你都沒關係 趕快把這個事情解決 所以你看中央做這裡 中央對這裡的什麼 房屋的什麼 修繕 補助 什麼都有 所以現在對花蓮的災民來說 他們聽到 要用中國的組合屋一百戶 大家興趣缺缺 所以今天的內政部長林又常也有說 他說先請花蓮縣政府調查一下 到底需要多少 我跟你講多少中央政府都會處理 然後磁劑也有現成的可以來協助 我們的磁劑 本來做這個組合就很大行 所以其實沒有必要從中國 進那一百套進來 因為進來之後 對我們也講 而且他那個材質正常在屏東加東 那材質的假權過高 有去驗你知道嗎 那些人假權過高也沒人敢打 所以這個中國的這個組合屋進來 其實花蓮的民眾 現在看起來 可能要申請的這個比例應該也不高 因為花蓮民眾的心聲是什麼 這邊自有有一篇報導 他是講說大家會去考慮 那我小朋友上學 或者是我上班要通勤 我要租房子的地點 或者是你組合屋的地點要在哪邊 要去思考 所以他講民眾覺得 我稅處公坦白是比較實在 為什麼會講到說 為什麼一定要組合屋這件事情 林俊憲委員他就說 他說做災戶有抱怨說 花蓮縣政府都不跟他們講說 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案 或是改建重建要怎麼做 但是就叫你要欠一個 中繼住宅的意願 什麼叫中繼住宅 就是組合屋這一種 然後搞不好其實 你一定給我答應說 你要送組合屋來 我如果沒這樣先幫你處理 趕快再叫幾個人說 你們要填說你要選擇中繼房屋 這個意願的話 送過來就沒意義了 要先鋪盆 鋪纏這一塊 我也特別研究了一下 沒有花蓮租房子的行情怎麼樣 行情的部分 大金小金大金的價值不一樣 來5800的 5000的我們先看 大概這個坪數有6坪 有13坪 然後有12坪多 所以你如果不管你是單身 或者你要貴一點的 他整個火要大 貴的話大概2萬 2萬6是屬於偏貴的 2萬的部分是36坪 2萬6的部分是49坪 也就是說 你可以好好去處理 要稍稍不是稍不稍稍 為什麼不這樣去處理 你一定要在那邊思考 有關於組合屋的部分 那再者我要請教瑞德哥 因為這個是 我覺得很奇怪 就官方的遺劫來講 你覺得王滬寧會念錯 傅崑請會念傅其崑嗎 對 沒錯 而且還口誤兩次 不是一次而已 而是兩次 是不是也有一種 類似穿小鞋這種味道 而且共機老台是不是可以控制 對 他可以控制 我今天要來幾台 要飛多近多遠 他偏偏在他們在仿中的時候 飛得特別 李台灣基隆特別近是什麼意思 對 沒錯 那麼諷刺的是 這次都跟傅崑其最後 一起去北京朝貢的 另外16位的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其中有一位今天怎麼講你知道嗎 他非常的佩服 王滬寧的記性非常的好 你這樣說就是在散口上撒言 對不對 傅崑其必勝 齊崑啦 齊崑 一次說不對 記不對對不對 因為他記在太好 所以說不到兩次 你知道嗎 他完全沒有把傅崑其放在心上 很簡單 傅崑其要不是這一次當了 這個所謂的國民黨的總長 不然你以前怎麼樣 你在這裡說你台灣 你是花蓮王 你去到中國算什麼 我說坦白 最近連後攻循環傳 都面臨到下架的危險 你知道嗎 所以什麼意思 中國是公廷據 你跟什麼樣的搶錢 對不對 馬英九去年去的時候 習近平不見連飯都不請你吃 有沒有 這次馬英九應該在選前講了一個說 兩岸關係要相信習近平 馬上接見 還賞了一頓飯吃 馬上釣魚台賓館賞了一頓飯吃 中國政府是根據你是什麼 看什麼成績 我來見你的 所以你說什麼王滬寧 去叫他不贏 這是諷刺 你看這個 佳麗來講你也要釋出善意 對不對 比較少來的 不要來那麼多 你就來了 一輸一輸 或者是半個一天 對不對 不然就是不要過海峽中間 你挑戰你看 挑戰飛來基隆的外海 三四十海里那麼靠近 對不對 故意的 中共一向就是玩這種策略 一下子鬆一下子緊 有關於傅崑奇去到那個地方 他今天不是講說 傅崑奇是一個傳奇 台灣傳奇 他真的也是傳奇 我個人認為是傳奇 做立法委員 做管政院炒股票 炒股炒股炒股 沒幾個 關出來之後繼續做 繼續做立法委員也沒幾個 在簽譽裡面還可以繼續當立委的 沒有 不對 炒到要了有沒有 然後關水之後 人家是中國國民黨的總召 沒有 幾個人現在還生死北京 16個 立法委員對他去 我真是覺得很可笑 什麼 上一次這麼大團最多人是30個 30個國民黨人家的聲控比較藍營 這些立委去 這次17個也算很多 而且剛好之前不是馬英九去而已嗎 馬英九什麼就沒有了 兩算交回來對不對 至少這次去護盆其實有東西 不過王滬寧還有習近平還有你們 這是小氣鬼 不會統戰 學學亞洲影帝溫家寶好不好 溫家寶在四川溫川大地震 因為軍隊叫救援都不敢進去 因為裡面聽說有核設施 所以他們都不在意味 大家這樣嚇到不來 我們的家人都受困幹什麼 大家哈勝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來的時候要給他嚇 溫家寶來了以後先跟大家道歉 對不起 我來晚了 然後旁邊的解放軍降臨說 你們全部要從飛機上給我跳進去救人 你知道嗎 大家都靠跟他的軟體 演技一流 這不是 王滬寧你要給 至少沒有說 金門馬祖一起開放 全部開放 他還有彈書 他說你要平坦 還馬祖 而且馬祖之外 還僅限福建省級的 然後代書 彈書還說 如果平坦什麼船的 有開放兩條 兩條直航台灣以後 也是指線福建的 你要說什麼 一省對省 你知道嗎 他要說 你們這台灣 台灣省是屬於我們中國的一部分 我說的 趕快把你矮畫很簡單 你如果真的有誠意 你就全部都開放 不如 不然你先開放金門馬祖 金門他說之前有海巡 什麼有的沒有 傳在那個世界 金門海巡的但是 關這些金門的老百姓什麼關係 跟他們沒有關係 你要先四處篩意 你都那麼大陣仗把他們都找來了 對嗎 你就是要做重戰 或者開放的 還有 給個文旦 好像天大的恩惠 你們所有台灣的 種水果的這些人 你們要注意到一個教訓 這種人不說信用 他是土匪國家 所以 之前不是文旦 之前是什麼 之前是 從鳳梨開始的 鳳梨是站在舞 為什麼買了一大堆鳳梨 有沒有 我們大家都買鳳梨去送人 鳳梨 為什麼 泰東 跟他們關係很好 國民黨長期執政 你叫台 金門 金門跟他們好得不得了 金門高梨也要進 對不對 那時候一樣進 所以這次 黑白蒙 我告訴你 我在這邊警告大家 你如果要去賺這種 土匪國家的錢 對不對 十九一天突然間 說進就進 明天開始進 那你就不要問問 有救一次 沒有救兩次 我說這個 你到時候不要再說 我們大家要去救你 所以傅崑崎可惜了 他自己本身確實是一個傳奇 像這種 像這種政典 你們在台灣沒幾個 然後可是 雷聲大魚 臉小換回那麼一咪咪 真正對台灣有貢獻的東西 還不如昨天 我帶我太太去買母親節禮物 給她的回想更大 做人情就要做到尾 你會感覺到 中共給我們很大的相關的虧底嗎 沒有 我先請教家凱 剛剛瑞德哥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中國送禮物這麼小氣 對不對 還在那邊有彈書 然後而且 你整個中國這麼大 山東的要來不行 只有開放福建的 你這一次 你覺得國民黨 你真正是說 有什麼必要在這個時候去 不能夠在520之後去嗎 有急著在這幾個月去嗎 你這一次看到他們的成果之後 有什麼感想 確實 我覺得 因為520快到了 你看過去的這三天期間 共青一樣有平凡的老台對不對 很多東西變成我們國民黨 好像要負這個責任 但是我其實我覺得 必須給他們一個肯定 為什麼 因為原本這三天交流 我們說是不是要變成 要去談兩岸的一些未來的政策 其實沒有 你看他的農廁 或是觀光 甚至是組合屋的一些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城市跟城市之間的交流 因為我們這一次黨團過去 城市跟城市間的交流 對 我們很多地方政府 還有民意代表 他們其實 因為我們兩岸的關係 並不是那麼的明確 現在還是一個所謂的暗於現況 去穩定去走 但我可以看到現在很多的區立委 他去走 他是為了是他的城市 跟對岸去做交流 但可以看到這是副總召 副坤齊 我怕我念錯了 副坤齊 你以為你是政協主席 你在那邊偷偷 不… 齊坤兄 我剛剛聽一聽我怕我講錯話 對不對 所以副坤齊總召 這是帶回來 我看到是城市跟城市之間 但是這可以長遠去代表 兩岸之間 未來整體台灣跟對岸的交流 不是這樣去走嗎 不一定 對我說了 現在區立委他們做事 只能按照自己在的崗位上 代表他的城市 去跟對岸去談一些東西 但是這是長期的嗎 我說了 所以我才說 我們國民黨 到底要過去證明什麼 好 你可以證明了 城市跟城市之間可以交流 OK 只在這邊我覺得還可以 還不錯 但是520快到了嘛 上個禮拜賴清德也說了嘛 希望對岸可以去重視 我們民選政府的態度嘛 對不對 所以等於說 不管是習近平跟馬英雄見面 他其實也部分是跟我們的 賴清德政府在喊話說 其實我們是可以交流的 大家不要忘了 在巡禮前賴清德也說了嘛 他願意跟習近平共進晚餐嘛 家人飯珍珠奶茶 所以到底520之後 甚至520之前 我們新的內閣 或是新的賴清德政府 到底怎麼去因應兩岸關係 我覺得我們國民黨兩個月還是 我還是希望兩個月 因為這期間我相信 共機跟共建老台一定會持續平凡 因為他給賴清德壓力嘛 但這個時間我們如果持續過去 民進黨發現說你國民黨過去 結果他還是平凡老台 你國民黨不要負責 我們只是在野黨 大家記住 我們國民黨只是在野黨 你們這時候又是在野黨了 然後過去對面 你看我們帶回來 我是台灣傳奇 我們要記住 我們有在野黨的思維 但是要重返執政的決心 這個東西兩岸關係 我們把這個課題 丟給賴清德他去回答 如果他如果回答不好 或解決不好 我們再去說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建議嘛 對不對 不要全部都攬在自己身上 到時候 第一個 對我們國民黨要負責 其實沒有 我們想想看 我們怎麼應該 借我們在野的期間 讓民進黨學著去負責兩岸的態度 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給民進黨一頂壓力 我覺得 壓力好大 壓力很大 已經都磨好 但是我先補充一件事情 因為他不是說 那文旦 我們恢復可以再輸往中國對不對 文旦是他們取消的 而且當時取消手段 真的就是非常的 我覺得對農民的角度 憲才說一個理由就換給你來 因為2022年的8月 他就說因為你們有一種蟲 因為你們的農藥超標 那幼農說什麼 幼農說 我就還沒出口 我就還沒出口 你怎麼知道我有糖 你怎麼知道有農 他就超標 根本就是找借口 那一年 我記不記得鳳梨的時候 借殼蟲 不是 他鳳梨的時候 其實就是鳳梨要帶出很多 差不多那個時間 不到一個月 然後就說我們禁止鳳梨了 這個一樣 文旦在十天要採收了 然後跟你講說 你的文旦有問題 不准過來 所以我先切掉 不准書中 然後現在說我送你一個禮物 我幫你開放了 這樣大家就會覺得這個是 就像瑞德哥剛剛講的 真的有夠過分 我跟你講這有兩個 應該說我三個 我先講 我們他說要開放農產品這件事 這個叫做養套殺 什麼叫養套殺 我們已經被殺過一次了 大家好像再被殺一次嗎 就是以前都說 我讓你開放你這個什麼進來 鳳梨讓你進來 世家讓你進來 文旦讓你進來 然後有一天他說我不要了 你不要了 我要住家你才不要 我不要我臨時要賣給誰 就開始大家叫 這個就是標準養套殺 再來一次又是養套殺 你去看看 我們跟全世界的貿易談判 農產品談判 都要談很久 為什麼你要把MOU 簽到最後落實為法律的文字 因為這樣子你就不能被約 不能契約 懂我意思嗎 中國現在搞定說我高興就給你 你忘記了 他之前就是不高興 就不給我們 我們就被他養 包括鰻魚也是 被他養 包括虱目魚也是 包括文旦 包括釋迦 包括鳳梨 養習慣了 被他套住了 沒有去發展其他的外貌 把你帶下去 然後重點是什麼 光光就不講了 光光現在是他們進 他不開放 開放一個福建到馬祖 說起來 開放光高真的開放 沒有你開放自由行 你也給大家一條都賺 台灣人很傻 開放農產品也是一條都賺 開放觀光也是一條都賺 沒有你給自由行 但沒有他只開放福建到馬祖 這叫什麼觀光 這叫什麼開放 我們現在每天都有團過去 昨天還有一個朋友 我問我說 還去還會怕 說我現在去中國會不會抓 我說應該不會 你那個朋友是幹什麼的 沒有他就一般 還有一般農會的會員幹部 他說可是這兩年 很多人都去抓 我說我很難回答你 因為一般國家不會這樣 但中國很莫名其妙 他要抓你就抓你 我們還有一個朋友被抓 被中國抓去 直接跟他講說抓錯了 抓錯了怎麼辦 可是不可能放你 但是我們有面子的問題 所以不能放你 他等於就是被軟禁了 然後還可以游三碗水 國家出錢讓人 就是有人要看著你 然後你待滿三年 讓你回去 抱歉抓錯但是 開放馬祖 福建去馬祖 為了這個事情 復婚其實我實在講得很好笑 為了福建要開放去馬祖 他禮拜三要入委會 報告開放入客的這個步驟跟程序 你也幫幫忙 開放一個福建 你就要入委會報告 如果全國都開放 其實我們不是要國安會 也要來報告 搞什麼東西 這是很好找 其實你在台灣 你跟中央的溝通 你站著就可以討到你要的資源了 而且 而且中央給很多了 剛才阿川嘛 而且我要說的是 他不是說什麼捐住100個組合屋嗎 請問一下對岸 他有沒有捐什麼款 我不知道 然後我們看看 日本的捐款是什麼 這個是他們在 雅虎基金的一個平台 他為台灣地震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所以日本的朋友 非常給力 來我要數一下 這樣 這樣是多少 看錯一個字不好意思 一億多日圓 一億多日圓 因為他到明天截止 然後就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請教一下 日本有要求說 要修國安法嗎 沒有 日本有要求說 要一個中國原則嗎 沒有 有要說什麼 我們是同一個種族嗎 沒有 沒有條件 人可以這樣 無私的奉獻 因為我們是有來有往 對不對 而且說坦白的 今天Grace在這邊 Grace的本名叫做靜宜 我不會叫他宜靜 小叮噹 沒有王滬林好 我就不會叫做 叫做王滬林會叫做 叫做七君 七君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現在這個 復婚旗就說 他現在是台灣奇蹟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 傳奇傳奇 他去了 回來之後可以有什麼 我跟你講 剛開始其實很多花蓮人 跟原住民朋友是支持的 想到說 復婚旗要去了太棒了 你至少 他認為說復婚旗一去 應該會幫忙賣這個小米酒 結果一看新聞仔細看了一下 怎麼是小米汽車 搞錯了吧 你怎麼會想要去買小米汽車 還說要多買幾步回去 所以這其實就很多人就想說 天啊 你復婚旗去 到底是要幫忙代言 我們花蓮的農產品推銷過去 還是到底你是在代言這個小米汽車 因為復婚旗還特別講 他說這個小米這台汽車 跑得比保持錢還快 性能還比特斯拉還高 Oh my God 我就覺得說天啊 其實小米汽車是這樣 他最近也都常被召回 為什麼 他的安全氣囊不安全 然後他的電池還會自燃 電池自燃之外 他的煞車 像有時候我在電視台講話 注意煞車 他的煞車皮是整個燒毀了 煞不了車 你這樣子的車子的狀況 難道你是要幫小米嗎 我覺得這很奇怪 另外還有全球車商都很清楚一件事情 中國的電動車其實是過剩 他的這個產能 大概是已經有2000萬輛是多餘的 所以我就在想 我就好奇說 復婚旗去到底在幹什麼 搞不清楚 另外他還要到另外一個favor 就是說譬如說這個組合屋 然後去邀請福建的人到媽祖 等等的 其實他在台灣 他出國前在台灣叫得很大聲 叫什麼叫 他就這樣講 他說150億不夠 我要300億 對 你去台灣 你在台灣的時候你這樣喊 你去中國的時候 為什麼沒跟他喊 奇怪 而且他是重啟福建到媽祖的觀光 怎麼沒有花蓮 他不是要去幫花蓮爭取嗎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的這個邏輯 是滿怪 而且我認為他很像說 我覺得這會讓很多人以為說 你國民黨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到中國 要一些小東西 就很像要東西 搞得很像中國 我跟你講 如果 如果復婚旗 他還是要利用這個 譬如說他在立院的這個黨團的職權 因為現在國民黨很大 可是他現在感覺很像 他們好像是中國的小雞 那就會變成這個 他們在這個司法改革上 會變成什麼你知道嗎 會變成是中國小雞加800的票 就是藍白整合 那就硬是要在一些什麼反滲透法等等 硬是要強推 我覺得這樣對國民黨有加分 我覺得國民黨好好思考 另外的話 其實也很多人在跟國民黨建議 你們真的要懂得看民調 因為有時候民調會反映出真實的人心 對不對 好我們先來看 就是說民眾是比較認同兩岸關係的主張 到底是什麼 其實這邊寫得很清楚 兩岸是兩個不同國家 其實你要知道 傅崑奇他進去那個新疆廳 在跟這個王什麼對話 王滬寧 對話的時候 講到一半 記者是被趕出去的 對啊 所以其實他們到底在談什麼 你不知道 我覺得是確實 這一趟中國行 傅崑奇是贏了 贏在哪裡 他代表他就是 絕對他就是 這個所謂這個國民黨 中國唯一的窗口 他贏了 但是國民黨會不會輸 不如崑奇贏了 國民黨呢 對 會不會輸 為什麼 剛剛一直在講民調 對不對 但我最近還是要幫柯文哲 做一點聲量 民眾的好感度 在最新的民調出來 民眾好感度是47.1 是往下跌了一點點 對不對 這個叫做反感 反感度 好感度是36.4 但是各位要知道 最近從馬英九去了中國 到傅崑奇 你知道最新的民調 國民黨的反感度是多少 49.7 暴征 居然成立了民眾黨 民眾黨終於不是反感第一名了 另外 恭喜加改 恭喜 大家一直在講 對不對 這個叫做民眾黨是什麼 小藍的叫 沒有 現在已經不是小藍了 為什麼 現在民眾黨的好感度的民調 36.4 國民黨多少 35.9 所以現在國民黨 反而你越這樣表現 你的民調是越來越低 所以我必須講 傅崑奇贏了 整個國民黨 可能就因為這樣 變成是民調第三名的小白黨 因為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這些 為你毒藥的是誰 是中國 然後現在說我來給你一個解毒劑的 還是中國 台灣人其實是非常聰明的 我們來看今天徐曉昕 他在立法院背著那個包包 然後出來講說 我們不是很有錢 但也不是很窮 那財力上面 跟郭台銘來比的話 當然還是偏窮 怎麼會把郭台銘拿出來比 我們先一起來聽 有些精品包是我媽媽送我的 可能會換個杯 那事實就是如此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裡面都掉屑了 如果是新買的包包 大家有一點嘗試都知道不太可能 你用十年二十年都還可以用吧 所以像這個包包 是我媽媽的朋友已經背了五年十年 他不想要了 碰到我媽媽就說那這個送你 然後送我媽媽又背了幾年之後 我媽媽就說那這個送你又輪到我背 所以誰家沒有幾個比較好的包包呢 會不會有人看不起 做早餐店的老闆娘 所以他總是也希望 有幾個包包背在身上 他去逛百貨公司的時候 不過因為穿得邋邋邋邋邋的 被人家看不起 被人家歧視 我們家並不窮 但是也不有錢 或許我跟現在的一般小康家庭 比起來還算經濟條件不錯 那請問我跟郭台銘比較的話 我算很窮吧 不要用斷章取義的方式 這樣的霸凌式小學式的霸凌公子 我一點都不害怕 要來多少來多少見招拆招 總有一天會還我清白 到時候我會一筆一筆帳算 好 來 我們來看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主持節目 我們要看別人怎麼主持節目 所以我一定會看新台派上線 我要關注李正浩在講什麼 我看李正浩他常常講一個什麼事情 他說徐曉星事件 我以為就這樣結束了 沒想到我一天談過一天又一天 對 貴雅請假一個禮拜回來之後 徐曉星他不放過我們 他不放過義川哥 所以他今天又背了一個 LV的包包出來 然後他講了一些很奇怪的話 他說我們家不窮 但是也不有錢 之前一下說窮也是他 說有錢也是他 後來他既然今天比說 要跟郭董比的話 那還是很窮 而且有一件事情他說 他媽媽因為是賣早餐的 所以他就覺得說 我要背幾個名牌包在身上 這樣我走去百貨公司的時候 才不會被人家瞧不起 我們這一個議題 已經談這是第三個禮拜了 謝謝徐曉星 因為他不斷的圓圓的 給我們很多的柴火 然後所以川哥 他今天又背那個LV的包包 視察眼睛真的很尖 他馬上發現 你不只一個LV 這個徐曉星是禮拜六 今天禮拜一 禮拜六他就背那個包包 在另外一個節目上 他把那個包包的來歷 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 那個什麼穴穴 穴穴 穴穴還滴到口裡 那個主持人說 我都聞到味道了 叫那個攝影大哥說 你看這個穴穴都跑出來了 很可憐就對了 那個節目當中每一個來賓都 背從中來你知道嗎 然後就說 小鷹有夠為一個 背這種包包背到來地 來歷都已經都生成這樣 還在背 他就解釋 解釋說 因為媽媽開早餐店 今天出去沒面子 所以會買這一種包 這個包包就媽媽送給我 所以你們看到我大學上的 背的那個包包 是因為上李宗盛的課 我就背了那個包包 我很認真看他 有認真 他背的包包 現在大家看說 這樣真是 那是媽媽給他說 那是三手包 對 他說媽媽的朋友送 媽媽媽還送給他三手包 對 因為電視台 現在比較少人看 沒有人關心到 他今天就看幾季家衛 再說一道 叫發言兩個包包不一樣 他今天客帳說 有穴穴的包 跟他大學拿的包包不一樣 所以代表有兩個 來 我這個給你參考 有真相 這個我們在場的可能都沒什麼 買這個包包 怕貴仔姐的包 貴仔 貴仔姐 來 他說 他大學背的 來 你看這個 他大學背的是這個 這個有什麼滾邊 不知道這個滾邊有重量 沒有重量 我不知道 第二就是LV的圖案 這個名牌的圖案 對 他今天拿出來的 是這個包 這個 這個叫什麼 林格文 對 林格文 抱歉 我跟你說 CRACE沒有研究 這個包 金兩的不一樣 所以他變成他有兩個包 這個題目 他希望我們轉到這裡來 在討論這個事情 沒關係 要轉就大家 因為他沒辦法蓋水 是婆婆抄帶案 那一百萬 什麼 他的富貴要人幫那件事 他沒辦法蓋水 對 貸款照護幫那條 好 當然這個四叉貓 我去講他什麼 家裡的事 這是早餐店 這早餐店 其實我看這個圖 我發現了一個 蠻特別的東西 請各位看這裡 這裡 一般這個房子 庭不會生成這樣 庭不會生成這樣 這個地方是什麼 違建 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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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地方是什麼 這個房子 當時有沒有地下室跟二樓 就是 因為他現在簡單說 他說他家裡是怎樣 這四叉貓幫他做3D 玫瑰軟體幫他揉 就是說早餐店是這樣 他說一瓶的房間在這裡 其實他有點寬 因為一瓶只能到這裡 我們一座雙能船就是一瓶 差不多 那是五瓶六瓶 沒有什麼空間 一瓶就是六瓶六瓶 五瓶六瓶 旁邊還多30公分 到這裡好 他的便室在這裡 許小薰說他洗澡洗到15歲 都在這裡 跟客人共用廁所 因為現在有一個鋼琴 鋼琴什麼說的 好 這個看起來其實是蠻 蠻酸心酸的 人工早餐店的女孩 對 好啦 慶差一共 但是 許小薰我可不可以問你一下 這個地方到底是什麼 一般的庭不會這樣 因為這個旁邊有林房 對嗎 你在餵土庭怎麼餵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 機關放在村口 改天再揭曉 就是說這一個 這個房子的東西 許小薰需要我們轉到 談房子 談他的這個包包 但是各位不要忘記 那個金流本身才是重點 那個房貸本身才是重點 劉媽媽才是重點 千萬不要忘記 劉媽媽現在找的是 馬英九的御用大律師 大律師要出手 雖然他上次跟案子 跟瑞德哥有關 先不要破梗 等一下他會自己講 我的意思是說 既然大律師要出場 那就是劉媽媽 也算有備而來 這整個案子的焦點 就回到許小薰的婆婆 劉媽媽的金流上面 各位千萬不要忽略掉這點 然後讓我們跑去討論 他的包包 討論什麼 那個會讓許小薰很快的 他就脫身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幹的人 會說我一定要 背一個包出去 才能夠撐出我的氣質嗎 沒錯 不然會被人家看不起嗎 然後跟許小薰對話 你要注意 因為他最近有非常多的 就是移轉焦點的方式 比方貼他的大頭貼 然後是他小時候的照片 然後包括那個什麼 小時候彈鋼琴 他們家的樣子 然後說什麼跟早餐店 他什麼一直到15歲 都是跟早餐店個人共用廁所等等的 這一些有的沒有的 我以前不知道說 政治人我們在乎的是 你到底為國家設計做了什麼事情 不是說你們家什麼 什麼有的沒有的 沒有到這麼細 然後因為他講說 一天生意 早餐店生意可以做到2萬塊 2萬塊 他講到2萬塊的時候 後來大家不是說 是不是要去查個稅 對 超過年 那個月營也有超過20萬 就有要繳稅的問題 他嗆聲 他說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民進黨你在宣誓 你跟所有的早餐店 跟小吃店 跟豆漿店 然後跟比照徐曉星早餐店一樣 如果你們要這樣主張的話 通通都來開發票 我們在講的是說 你超過一定的額度 因為你自己說你很賺 一個月可以賺60萬 然後跟他講道理 他就會跟你扯東扯西的 這個我以前 我們老師在舉例 有說過怎麼寫作文 有一個小朋友說 我們家很窮 我們家的管家很窮 我們家的園丁很窮 我們家的儲娘很窮 我們家全家都很窮 怎麼那麼可憐 一個家庭有園丁 有管家有儲娘 這叫做他們家很窮 他誰不比 他比郭台銘比 我想跟郭台銘比 我們全台灣多數都很窮 我是覺得這個很像那個小學生的座文 讓我真的大開眼界 我想像這個以前當笑話 現在居然開始他拿來這樣講 其實我是覺得 他今天真的造成了很多像我這樣子 比較不懂的 很困擾 他跟我談包 今天要等他就回 我只買個曼谷包給我太太 曼谷包大家知道 去曼谷的時候 到處都有觀光地區 各種各式各樣的款式 我最豪華最想把第一次 把全店裡面某個款式 大大小小通通買回來 他展示出來 那個海外新代表 也只有三千塊而已 對 因為曼谷包一個大概五百塊左右 沒有 沒有那麼貴 沒有那麼貴 可以買一整組 結果我現在還要研究什麼 LV包什麼年款的 還有什麼混編的 剛剛天了半天回煞煞 這下子很多男人 會就很傷腦筋 為什麼我們要每天跟著 許小新回去被老婆唸說 你看人家都有包 我們都沒有包 連三手包 不要說三手 我們家連 不提了 不是 你知道 他是大學就背LV 大學 大學我太太還在尖交架打工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包不是重點 其實還是房子還是重點 畢竟我們一般人 剛剛講過了 因為他的房子又是落袋 可是我跟妳講 房子的部分 我們都被下風口令了 因為婆婆很兇 婆婆很兇 透過律師講說 你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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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跟你告 沒有啦 我們屏東人知道 因為那個房子那一排 大概都是公教住宅 大概都是大概 差不多有十幾二十年的屋齡 對 平數也差不多 所以你剛剛秀出來說 那個附近的那個成交架 大概估價不會超過一千 是合理的 至於一直有在推銷 那個戶櫃要你幫 我過去在財委會 這個富邦銀行 他不是關股銀行 對我們很好奇 問一下關股銀行有沒有乘坐 因為什麼安心貸 都是會了解 都是關股銀行在乘坐 很好奇台北富邦 做這個就是1000萬 可以帶到1450萬 這個這麼好康的 為什麼不是八大行戶在帶 這很多人會來抗議 但是我還是覺得 拉回來 雖然說徐曉欣 他們婆婆家的那棟房子 最近真的我們平東 很多人在問我 要去打卡 要看看這間房子 有什麼風水怎麼 有什麼這間 當初買就沒多少 現在價錢沒有1000萬 為什麼可以帶到1400萬 到底是風水好 還是找到一個運行 還是那個業務經理厲害 全北富邦在平東 就有2000分行 其實我想他們最近 都電話都不敢接 因為總行有交代 旁邊很多的房仲都要問 我的客戶都要找我們來問 或可以怎麼當 台北富邦借房貸 好 但是我還是拉回來談 最近因為我在 社會法治委員會 我們那個區是重量級的 三檔的總召都我們在那裡 富總召 柯總召 還有黃總召 不然人家叫白總召也可以 那麼現在 我們現在在這裡說到傅崑奇 這一次剛剛談到很多 今天才在跟一個朋友談 好 出去回來 就這樣 對不起 我都怕講錯了 靜宜還是宜靜 我都不敢講了 傅崑奇 我都不敢講了 嚇我一跳 我說錯 你就是王富林等級的 對 我不敢他有隨便講 我不敢高攀 說到說去那邊換了什麼回來 不是換完小米酒 換了小米汽車 人家說什麼 拿一隻雞換一支雞腳回來 領了零演費 以為人家要來投資拍電影 這一團17個人 領了零演費回來說 人家來拍電影 投資上億的大手筆 聽了半天劇本一個而已 我先請教Grace 因為四差貓 他非常關注就是 巧欣的各種說法 包括他也去幫他弄這個 房子長什麼樣 有平面的有3D 然後到底面積多大等等 然後他又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說巧欣早餐店 他的最新說法是 大年初一 從清晨4點多 營業到下午12點半 才有2萬塊 之前講的是說 我們一天賺2萬 他又撐回去又說 不是不是 就是某一天 大年初一 然後有很多的鄉民 然後他們提出不同的意見 留言說這樣 他說 就是報稅的時候 沒賺多少錢 都是手工費而已 但是要求補助的時候 他說我損失很大 就是一般的 他去推敲一般人的心理狀態 然後還有一個人說 其實如果是那個年代 大概民國70幾年的話 或者80幾年沒關係 反正就是台北 多半都是放空城 回南部的民眾比較多 所以早餐店可以經營到這麼好嗎 是一個問號 因為我們不確定說 他那個弱點 或是說到底人客有那麼多 沒有 可是這個網友寫的 我覺得最真切 他說不要懷疑 他絕對有能力 能夠講出一百萬種的說法 就是說巧欣 他自己會有各種 我們已經見識到他的功力了 然後他又PO出了 他小時候的照片 因為靖怡Grace 你是有躺 你是有去模擬 一瓶到底多大 然後跟葉元支還有主持人 一起躺在那邊 他說你們都在霸凌我 就是有你們這種人 所以他才必須要再澄清 那麼多事情 我必須講 我就是看不下去 一隻貓 視差貓 奇怪 咬著那個蜜花一直不放 蜜花應該很兇的 所以我用科學家的精神 想說幫徐曉欣來實驗看看 結果你知道我們就來看 是徐曉欣自己說 他說他小時候住在一坪大小 爸爸媽媽跟他睡在一起 他是一坪大小 所以我們真的就框了一個一坪大小 放了張雙人床 誰知道小新又改口 說是一坪左右 你看又無限放大 但我要講 小新是這樣子 他說他一筆一筆帳都會記起來 我在這邊跟徐曉欣喊話一下 麻煩 我那個雙人床 因為我跟葉元智睡過 不想用 那個 妳跟葉元智睡過 聽說我會愛學乖的 那個乳膠墊 6000塊 記起來 真的 我6000塊 我什麼新做的 什麼寫新 重點來了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他很特別 因為他把這個事情 就因為我們在做科學實驗 看來他就一坪真的會超出 所以他想說完蛋完蛋 就開始要攻擊 他就說 都是你們這些政論節目 在霸凌我 沒有 其實我一句負面的話 都沒有跟他說 還有一個重點是什麼 他很特別 他今天特別還換上了 他小時候的頭貼 對 為什麼 他就是想要把這個故事 說得更周全 他意思是說 他是清寒家庭成長的小孩 然後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不是只有霸凌他而已 我們反而是在嘲笑 愚弄 這些窮人家的困境 我覺得我對這一點 我真的完全不同意 為什麼 我今天就反過來問 許老欣 你這個名牌包包拿出來 都說是三手 你就排出一個三手線 你就直接 直接在立法院 義賣就好了 我們一起可以捐贈 給這些清寒的家庭 但是我必須要回來 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誰 我覺得很特別 是許小欣自己 一瓶的大小 是許小欣自己說的 我只是做一個科學實驗 我還搬了床墊 我的計程車費加上通告費 都不夠了 我跟你講 許小欣 我也是苦的 我是苦來的 對不對 還要搬自己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這些網軍側翼 不要故意把我們這個圖 來放個腳尾飯 真的啊 所以我們躺在那邊 然後放腳尾飯 我覺得這種水準 真的是 跟許小欣一樣而已 但我要講 許小欣你最好 我覺得你就是 回到本案來討論 討論什麼 第一個 你有奢侈品 該申請 該申報就申報 被罰錢再補申報 第二個 如果你有借貸 那麼麻煩你 不管是50 50萬還是怎麼樣 你有借貸還是等等 對不對 該申報就申報 反正現在已經到報稅季了 第三個 你婆婆的事情 我覺得你突然間找律師來 好像要會告人 來頭顧大家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這樣 去做言論的牽制 你婆婆就講清楚就好 我也是覺得富邦銀行 也要講清楚 到底有沒有一代一代又一代 你講清楚 我覺得大家都很明理 都很知道說 原來是怎麼狀況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好 我先請教律師 然後瑞德哥有一個特殊的戰功 等一下來補充 那這個 他發了一個聲明 他找了一個 吳伯鴻律師 這婆婆 講新詞 然後他就講 什麼一巫三代 不要一代一代又一代 也以為用話術帶過 都不曉得 然後再來 有說什麼 有沒有官書 或是喬貸款 喬利息 或是詐欺共犯 等等這些 都是不實的 再講的話 律師可能你要自負刑事責任了 所以就法律的觀點 我們可以聊還是不能聊 當然可以聊 因為為什麼 這個是公共議題 他用這樣的律師 喊的發喊方式 當然是他們要點出 吳伯鴻幫馬英九辯護過 等一下瑞德哥會不會打他臉 所以我先破梗 他幫馬英九辯護過 所以說他是一個 馬英九級的律師 徐曉欣的婆婆 馬英九級就是總統級的律師 對 他說他意思是說 他也很有政治影響力 連這個都幫他安排好了 都有這樣的政治影響力 等等 總統級的律師 我們拿總統級的律師來打理 剛好而已 所以我會繼續講 你也是總統級的律師 所以我會繼續講 是因為房屋幾個貸款 刺叉貓找出那個成本很清楚的 三次 所以三次這件事情 一個房屋三次貸款 當然是合理講法 這樣目前的事實證據是這樣 另外一個是什麼 他說大家去質疑 喬貸款這件事情 喬貸款這件事情 是從哪裡發生的 徐曉欣在第一時間回應說 我有幫忙處理那個 婆婆去貸款2000萬 他有去處理 幫忙利息的部分 電付 他說貸款2000萬 然後他有去幫忙 處理部分 利息的部分 一開始的講法 對 一開始的講法 這個是源自徐曉欣自己的講法 後面當然一改口再改口 這個後來什麼 電付100萬 然後變成鎮雨100萬 一再改口 這是後面的事情 但是源頭還是有 所以這個部分的質疑 還是存在於 許曉欣的這個合理評論 所以從頭 全部的合理評論 不用怕他告 只要有事實基礎 經過合理查證 法律上就站得住腳 我要這樣子講 現在他們講說 你看台北富邦開始 已經講了一個聲明 好像還他清白 台北富邦如果真的要挺他 出一個集合報告 這個集合報告有什麼內容 你看他可以去個資 裡面有關與這個房屋 他的見價證明 或估價證明 去個資 你就把姓名可以移掉 地址可以有一些部分的遮掩 我在說一般的做法是這樣 如果他真的要去挺說 這個徐曉欣的婆婆 貸款沒有問題 這個出來的這個計合報告 不是說只是一個 富邦銀行自己的講法說 我沒有不罰 沒有關說 這個講法其實就是 有像是自己辯駁 為什麼 銀行法很重 銀行法的特別背信罪 如果我今天給人家抄貸 他特別背信罪 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徒刑 比詐騙集團還重 銀行法 所以你不要期待 富邦會去講說 這有什麼 他不可能自己承認 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要 如果他真的要挺許巧心 他應該是拿出來說 我這個當時的 集合報告內容 有這個見價的證明 這個房子 帶來1450萬 都還在八成以內 這個部分我們就不會質疑 沒有超代 第二個是什麼 我拿出當時的契約 約定的利息內容 我可以不講 當事人是什麼 我就把它 各自的部分做遮掩 但是利息的部分符合行情 集合報告的內容 只要拿出來說 這個證據資料都有 大家都沒話講 我們不會再質疑了 就結束了 同樣的 為什麼之前會講說 徐曉欣應該拿出來 這個是本來也沒有要 徐曉欣拿出來 但是他拿出了一個奇怪的截圖 這個截圖是 銀行行員跟他們的對話 說不認識徐曉欣 沒有官說什麼 他拿出一個奇怪的截圖 這個截圖的內容 後來被汪朗東變成笑話 就變成世界帥哥了 所以變成笑話說這個截圖 奇奇怪怪的對話內容 沒辦法證明什麼 在法院在看的是什麼 要看原始的證據資料 所以徐曉欣與其拿出奇怪的截圖 他就是拿出一個 他當時婆婆去做 富邦的貸款的見價證明 估價證明 證明沒有抄貸 這個質疑抄貸部分就結束了 第二個是什麼 拿出契約 契約約定的利息 我處理的利息的部分是 我如果只是幫助家人去處理利息 但是我沒有去壓低利息的內容 我沒有去做要求優惠 這是一般的行情 他就沒有違背職務的問題 不會有圖利罪的問題 沒有跟職務無關 如果是這樣的內容 利息沒問題的話 他也就自清就過關了 但是因為徐曉欣拿出一個奇怪的截圖 然後到目前為止 富邦的講法也只有一個聲明 然後沒有拿出任何計額報告 或原始文件 才會讓這個質疑繼續下去 然後發了一個奇怪的聲明 你看我已經請律師了 是馬英九級的律師 馬英九的律師跟你講說 你不能再評論這件事情 你不能再去講 這個房屋有三次貸款 你不能再去講說 這有沒有什麼質疑他 有沒有利息的問題 這些根據都是源自於 徐曉欣自己的講法 源自於這個目前已經有 我的現有資料 房屋貸款幾次 這都是合理評論 大家繼續講沒有關係 法律上站得住腳 有本事他就告 講到這個律師 說是總統級的律師 我剛剛說電影也是總統級律師 然後交手經驗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有嗎 這位沒有 這位沒有 但是瑞德哥有 瑞德哥真是令人景仰 沒有說 那麼我先講 因為許曉欣他特別在臉書上面 特別講說 我的過去不會因為任何造謠的人而改變 我的現在只奉獻給珍惜我 和能愛我的人 我的未來會繼續往前 勇往之前 生死看淡 不胡就幹 他如果真的生死看淡 他就不會一連串 在兩三個禮拜裡面 一直在裡面打滾 打滾 結果呢 因為他貼出了一個小時候的照片 在四叉貓溫朗東等人的 這個渲染之下 整個網路上面掀起一片 我也來 對啊 大家來看小時候 五十年以前的我 那個眼睛的殺氣 你知道嗎 那個殺氣還在 我現在可愛多了 對不對 殺氣的還在 那麼當然 這個徐曉欣的婆婆 蔣女士 她委託了這個所謂的 馬英九的委任律師好朋友 這個所謂吳柏洪大律師 然後發了一個律師函 意思就是說 其實他最主要是說 有一家周刊 把他寫錯對不對 那周刊寫錯那部分 我們大部分的人 大概都沒有在討論那一塊 這有關於什麼 什麼有個林姓男子 我們大概都沒有在討論 然後他要警告說 就是副律師輩的那個 警告就是說 如果你在談那個 因為富邦已經幫他做證明了 可是問題是 富邦做證明是富邦的片面之詞 對不對 到底怎麼樣 富邦有沒有公布到底怎麼樣 很奇怪的是 我覺得很奇怪 蔣女士其實你大可 用最簡單的方式 在不洩漏各自的情況下 證實或 絕對沒有抄帶 沒有一屋三代 也沒有抄帶 我的房子就只兩千萬 譬如說我只兩千萬 代個1450 這個名詞好熟 1450 1450對不對 我覺得合理 你問問為什麼 你不用去請律師嗎 而且我覺得 能夠幫馬英九打官司的 總統級的律師應該是很貴 律師會應該是滿貴的 對不對 所以也意思說 你如果還這樣 我幫你抄 總統級的律師 確實應該滿貴的 他也代表馬英九 真的打贏官司 這樣就是本人上此節目 新台灣加油被他告 很簡單 告我的人是誰 告我的人是前 衛福部的國際署署長 邱淑婷女士 當時還有另外一個被告 張玉泰先生 他是前和平醫院的急診室主任 還有一位王定宇 我們在本節目 當時討論是在疫情期間 有關於這些疫情 所以討論到過去 和平醫院封嚴所發生的事情 可說公平 你要你告 告是你的權益滿 跟你告 也委任律師總統級的 這件事情 他告我的這件事情 還在大律師吳伯鴻律師的 簡介裡面有這條 不過他簡介裡面只有寫說 是衛福部國際署長 等於說委任他告這個刑事 他是告我民事 但是他什麼沒有括號 他敗訴 就是這樣子 他沒有括號 你要括號一下 你在民事告我的部分 你是敗訴 結果公平 最終重點不是這樣 原告知書家有沒有對不對 是他敗訴 對 當然我不是說 因為律師沒有一個貓贏的 律師可能貓贏的 對不對 很多的時候 律師本來就是一個辯士 所以他不一定要贏 他贏可以輸 我為什麼特別講這個 因為旁邊這位黃定英律師 當時不是徐曉鑻說他 敗訴律師 敗訴律師 所以他很不服氣 立刻貼了一大堆出來 這樣子給他看 國民黨八大案 重點是這樣 因為你要講人敗訴 他說我很愉快 我本來沒想要拿出來 對不對 我就很愉快 為什麼 因為我有跟他出了武士庭 你知道嗎 前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些都是委任律師 委任律師 委任律師 被告黃瑞德 會比較沒有委任律師 因為我就親自當辯士 親自上開武士庭 經三次 我都看對方 被告被告兩邊律師 兩邊在那邊說謊 我都算說比較客氣 第四次就給我了 我就原形畢錄 你知道嗎 我就跟書記官講 不用記筆錄 噼哩啪啦就下去了 針對他所講的噼哩啪啦下去 結果沒想到說 他又說原來什麼 政機什麼 又要求開第五次庭 好 沒關係 我就去開庭 這是我要求記筆錄的 以後 我就噼哩啪啦 又打回去 我相信他這輩子沒有遇過 像我這樣的人 還不是律師 你知道嗎 還不是同行 為什麼 打官司有沒有 打官司當然請入書 英雄專業 如果沒有皇帝營 就沒頭路 你知道嗎 但是我從頭到尾 我打官司 我被告74次 包括這一次是75次 然後全英 人家告我的部分 我告人也不多 一千多個人這樣而已 那有的人拿那個不起訴 意思說贏 不是啦 刑事訴訟法裡面 算說黃愛民喻有沒有 裡面的公然污辱 那個很清 不跟你抓去拐 或是要查你的個資 很簡單 所以上個禮拜 憲法法庭說什麼 要限說要幹什麼 在公然污辱的部分 我問你 如果跟通監罪一樣 全部都弄掉了 以後什麼人弄 可以隨便罵人 我想坦白的 因為我沒有 民視就不能動用警察權 去調查等等 重點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打官司本來就是有輸有贏 但是他要借這個施壓 你知道嗎 他就借這個讓你怕 你還繼續說 剛剛黃定寅律師已經講了 請相信我 相信我 只要你講的是有所本 對於可受公平之事 而為適當之評論 你有查證 他就沒辦法跟你說 他跟你說沒關係 我就不跟你算 必要的時候 我還可以反告你誣告 你知道嗎 除此之外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 最後做一個總結 我發現我對不起我們太太 為什麼呢 這40年來 我沒有買過一個LV報給他 我想真的 我有一天良心發現 對不對 結婚紀念日前夕 我終於走進去 位於台北市中山北路的 LV旗艦店 裡面裡面稍微心批 為什麼 我要看一個價錢 夭壽 小一個人說沒有價錢 什麼 什麼 在裡面裡面說 怎麼沒有價錢 我那天花車 有喔 花車欄那邊比較小 我也去 稍微看 LV有花車欄喔 有 他有一些花車欄比較便宜 大概是兩三萬那種 他怎麼沒有價錢 這家這麼正 這到底多少不知道對不對 心虛 繞了一圈之後 是說這隻海 這二十十萬的事故 不知道要怎麼 就整個被踏出去的時候 店長衝出來 王先生 我們MIP在二樓 我一台MIP 我整個心臟就給我跳出來 後來經過查證才知道 他的價錢在包包裡面 你知道嗎 然後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都不知道 沒有買過不知道 我太太不愛名牌 他現在甚至於可以自己做包包 最後我替自己做個總結 感謝真正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 兵用時不會 除了甜言蜜語 兩岸一家親 什麼同志一連志 都不會說這個 在你需要的時候 不用你開嘴 我上禮拜去七天日本 然後在各地就可以看得到 他們的超商在哪裡 我相信過了 大家都看過新聞 幫台灣募款 對 幫台灣募款 我這次去 除了懺悔這四十年來 沒有買過一個名牌包給太太之外 所有的旅費都是用我的私房錢 不是 周轉金對不對 零用錢出的 然後我幹了一件事 我請我女兒做了一張 這個相關的直字條 感謝日本來協助台灣 然後台日 才是真正的兄弟友好 很簡單 這個是朋友 什麼叫做朋友 朋友給你錢 朋友沒條件沒嫁 每天都幫你支持 幫你保安 這兩隻的朋友 日本就是我們的朋友 四叉貓真的是功課做很足 他很聰明 他就跟大家教學 地段 建號 地號 要怎麼查 告訴你 一 他看三立新聞 所以他發現 這間房子這種 在地盒是幾盒 他就去研究了 他查一查之後 Step Two 桌邊房子 才去Double Check 就是他的門牌號碼 住職 然後最後要進入一個 屏東縣全方位地籍資料查詢系統 網站 點進去之後 然後就有很多細節的 查查查 最後就是我們看到的 這個1450萬怎麼貸款了 對不對 但是這件事情 我們大家都想要這樣 因為富邦也講說 這個從頭到尾都沒有什麼奇怪怪的地方 那就是很正當很合理的一筆貸款 不是 他不是一筆 他是三筆 這間房子三筆貸款 這是一件事情 然後他這個房子價值 他這個上面其中有一頁 他價值告訴你 這附近的房子 差不多坪數就這麼大 對不對 差不多三十當左右的房子 最貴的是一千一百一十萬 那這樣的話 為什麼可以帶出一千四百五十萬 這他沒有改稅 這許巧欣 或者是劉媽媽沒辦法改稅 這不用許巧欣改稅 這富邦改稅 因為富邦就是說 一瓶洞一千萬的房子 你現在如果要借錢 拜託請找台北富邦 因為他會幫你設定三次 這是台北富邦有的 今天的銀行沒有 設定三次總價金 會比到1450 這是台北富邦有的 我再強調一遍 台北富邦說沒有違法 這句話很清楚 這句話就是台北富邦 弄這種事情是常態 沒有違法 不然儘管我早就查 所以台北富邦 可以把一千萬的房子 最高抵押設定權 設定三次 不 我想像瑞德哥 我們來轉代好不好 我們轉代 我們現在的銀行我們來轉代 我們轉去那裡 可以這樣做超過錢 台北富邦要跟大家解釋清楚 這個是你們台北富邦的常態 還是台北富邦平東分行的常態 還是這是所有銀行的常態 還是這不是常態 這是因為這一個個案 因為他有什麼特別厲害的 額外的擔保 或者特別厲害額外的 這一個保證人出來了 你才有辦法讓他貸這麼多 否則台北富邦接下來 一堆要找你貸款了 就是你見價完一千萬 你去找台北富邦 台北富邦說 我一直在做屏東留媽媽的 就是這樣做 其他銀行如果沒辦法 都來找台北富邦 說完台北富邦鹹無就讚了 就厲害了 可能會躍升屏東第一大銀行 提款機 提款機可能就會變多了 對 台北富邦說話都要這麼小 當然他會說我沒有違法 台北富邦會發一個聲明說 不好意思我違法了 他一定說沒有 對 可是你講沒有 大家現在看起來不合理 我做台書的也知道 做房屋仲介 美新城屋價的建商 補進做這個銷售的代銷公司 大家都在看台北富邦 這條線做怎樣 因為 現在在做代銷這些賣家的 他們也去給客戶說 客戶人說 客戶人說 人家屏東分浪 台北富邦 都可以辦這麼多台銷 你如果假路就沒辦法 不然我們可以用台北富邦 現在建商 每天都在問台北富邦 問其他銀行 你如果都沒辦法 人家屏東分浪 台北富邦 屏東分浪都可以 你拿這裡假路 搞不好這些建設公司 代銷公司 現在全軍都在找台北富邦 說開這個門給我們 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如果要這樣賣就對了 我覺得這整個 我們的房貸的這個市場 這幾個企業 大家會完全違反我們原來的邏輯 跟我們原來的認知 阿開 沒丟怕之事 小心嗎 沒丟怕之事 小心說的 我們家沒有很有錢 我們就是比郭台銘還窮而已 然後沒丟怕之事 小心 現在賣的這齣嗎 沒有啦 有一種窮叫窮得只剩下錢 但是不是適用在喬心上 我不知道 我正面要謝謝 Gras 靜宜對不對 我要特別謝謝Gras 因為你今天 沒有帶你的床墊來 讓我不用做抉擇 讓我不用在網路上 還要被罷了 那個床墊上面睡過 中國國民黨立委業員之人 他睡一下有沒有機會當 業員之人 你知道嗎 我要特別謝謝靜宜 今天沒有帶來 讓我兩難 如果要躺下去可能就滿了 對不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 已經燒了大概三個禮拜了 對不對 巧限之間 從原本精油的問題 詐騙的問題 到不管是 精品的問題 早餐店 日收多少錢 我覺得 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 我們很多的專家在現場 很多節目上很多專家 我們都覺得我們在檢討他 但是站在有些政治論的角度裡面 我們真的在檢討嗎 他會覺得這是檢討嗎 還是說 這個東西 我有全國聲量 對不對 對我下一次的選舉 或我之後有機會公佔大位的時候 是不是一種加分 我覺得這是大家去思考的一個點 因為確實來說 這三個禮拜 他獲得了滿滿的全國聲量 不可否認 他是我們國民黨的第一女戰將 這個東西 主席也說了 很多的國民黨 我們同志 我們同胞也都說了 這個時間在詐騙 我們相信他第一天出來說的話 他有涉案 他就辭職 他老公他就離婚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朋友還是敵人 我們不如把視角 像剛剛很多來賓說 放在主城 主城池那個那一塊上面 就是金流 到底跟詐騙有沒有牽涉嗎 因為這些案外案 其實我都覺得跟我們沒有關係 開出來的小菜都是小新開的 有啦 他自己煮的 每個人的個性的特色 他就是我們的第一戰將 這無可否認的 我永遠都學不來 他曾經教過我 我就是朽木不可丟 我就是一塊朽木 我學不來 對不對 但這件事情不繼續說 這個東西 國民黨的主席也說 國民黨的很多同志也說 不如大家在剩下來的幾天 幾個月裡面 因為他有什麼 以告指報 對不對 用這種方式 代表說那個是很重要的主稱詞 我們用這個角度去謹盯他 他既然說過他政治的負責 他政治的但書 我們就放大眼去檢視 至於很多網路上 你罵我 我罵你 我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上禮拜承諾這時候很對 我認同他的家庭說 但我不認同他的家暴說 既然是爸爸媽媽 我們最重要是什麼 要注重小孩的聲音 小孩就是人民對不對 我們吵來吵就沒有意義 我們應該是重視民意才對 那民意我們比窮 在做誰沒有故事 誰不是從小長大的對不對 窮的只剩下錢 我們相信跟郭台銘 我們都很窮 但是我覺得 重點是我們政治 我們當立委這個格局 我們應該告訴人民什麼 我們應該藉由這個事件 告訴國民黨 或是吸收國民黨 未來的潛在國民黨員 告訴他們什麼 這才是我覺得立委的高度 主席的高度 甚至是議員的高度 我們應該在節目上表達 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佳凱剛剛講的一串 我抓到了五個字 放大去檢視 謝謝佳凱 佳凱這就是六七不認 放大檢視 你自己說的 我只是幫他 重複那句話而已 對不對 每一個人說都要做到 你既然敢說 我相信大家就可以做 對不對 柯文哲被出事了 這次我覺得 要好好值得追下去 那這件事情 是從元大的聲明開始 因為 柯市府不是有一個 會議的備忘錄嗎 那我們就看到是 柯市府的 在109年12月16號下午2點 他們的會議主持人是 副秘書長叫林玉紅 那林玉紅主持 下面的出席人員 有元大的檔 元大的資深經理 那還有包括 林玉紅的辦公室的參議 然後產業局 財政局等等這一些人 然後還做出了一個說 元大他們的意見是怎麼樣 說這堆堆這麼大金錢這麼高 這樣對投資者來講 財政負擔太大了 這樣這個是這個樣子 但是元大的聲明告訴你說 主逃告尾 我們就沒有參與這個案子 跟柯文哲前市長 還有台北市政府 有任何的接觸 也沒有 我們根本沒有參與投標 所以益川哥我頭比較傻傻 因為我們都會相信市府公文 對不對 會議紀錄上面說 有元大有來參與 而且他的會議名稱 就是北投市北科的 那一個案子的會議 然後投資人的訪談 但是元大說沒有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接觸 我也沒有去標 那所以咧 所以現在許淑華議員就講說 可能是會議紀錄造假嗎 那這個就問講話 我們就知道了 今天我給大家看 這是減淑培跟許淑華 他們拿出來叫做簽 我給各位解釋一下 簽是內部的 一家中嘉賓也做過副管長 也做民政局長 大家也要問一齊政府過 簽是什麼 簽是在裡面看的 這全部都過後面 副市長要公告的公文的草稿 這個簽為什麼會流出來 中嘉賓你以前做副管長 人家幫你投簽你的親愛媒體 也不可能 那叫內簽啦 內簽是內部交通用的 要發出的叫做個 寒稿 稿先寫好了改一改出去 正式發寒 簽出去叫寒 所以照道理來講 減淑培是拿不到這個 是嗎 照道理來講 但是他現在有丟出來是誰 偷偷的塞淑培 這給你 這給你 吹哨者 那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一個簽 然後裡面幾個重點 第一個這裡有寫14家 14家就是這裡頭的這14家 大家有去訪談 訪談的個別紀錄 為什麼這些訪談有一些沒有意見 全部都說有的什麼意思 我們對這個沒興趣 不要再幫我們問 可是為什麼要去問 因為這個抓案管理公司有KPI 至少訪談10家以上 所以我會來龐頂的 龐頂先 怎麼講官的 簽到一下拜託幫我簽一下 不然我幫我結案 那有些有表示意見 有些沒表示意見 所以10家這裡 第二個 這裡頭 我跟你講公務員最聰明的 這怎麼做的都知道 公務員強調說 接下來我跟你說 後面這所有的事情 都是市長市決定的 小小 市長市會議 所以是市長市決定 不是我 我沒那麼多力 這都是市長市決定的 關鍵這幾個 是留學開會決定的 公務員不會沒事自己寫一個籤 我跟你說 我以前看到這個 我就知道公務員 實在是 搞鬼 不是搞鬼 他為了他把握自保 留一手 自保 第三個把它拆成個別招商 對 個別招標也在這個公務裡頭 而且這裡頭特別強調 第一筆基地 就是那個什麼金人堡那個基地 對 T16的那個 他要投資計畫書 其他兩個沒有 不用 他完全沒有庶民理由 完全沒有 就是說他不是分開招的 一起同時 然後結果第一個不要 後面兩個不要的 沒有庶民理由 這個公務員會過 我也覺得很奇怪 照著你來講 應該是說 第一個因為怎樣 所以要投資計畫書 第二個第三個 因為怎樣 所以不用投資計畫書 這個也沒庶民理由 看到這個大家都沒意見 一道理公務員都沒意見 第四個 這些所有的底價 柯文座都看過 因為這先走到後面的 旅約保證金 這柯文座都看過 柯文座他有承認 他說這個 他從頭到尾都知道 公文都是他簽的 所以接下來這個公文 監察院 我剛剛問的那些問題 如果監察委員啟動調查 這些公務員通通要回答 最後一個就是這一個 柯文座最後這一個簽名 他會想說這個張 這個張是柯文座對不對 日期 這是柯文座自己蓋的嗎 來把它放大 這一種數字 是不是柯文座的字 是 柯文座的字 這個形的 這個數字的這個形的 很清楚 所以這是柯文座 所以從頭到尾 柯文座都知道 這個案子從 這一個多少錢 要拆成幾筆 訪談過幾次 我再給各位看最後一個關鍵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星光參與的時間點 來 星光接受訪談 11月11號接受訪談完之後 隔天 他們這個開了一個會 決定改變投資策略 後面這都說 這都說 這都說 就是到這裡就定案了 我請問嘛 來來這一場會議 這一場會議 有沒有把上面的 這一個單位的意見拿進來討論 有沒有拿進來討論 就是說你要開這個會 要決定這種招商的策略 請問承辦的同仁 承辦的科長 這個產發局的局長 都發局的局長 會不會舉手說 我們這幾天 有訪問過幾家 他們個別都有表示意見 其中有一家廠商表達了 這個意見 什麼 給各位委員 給軍長參考 我一定都這樣說的 這裡會有人就聽 這裡講 所以你有所本的 你不是亂講的 沒有 這個都有所本 這都訪談過 都有所本 所以才做這個決定 可是訪談3比1 三個都不需要 只有一家說要 這都來報 這都來報 關鍵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兩個的日期 就是這個案子 最關鍵的這個事件點 那我們今天也請來了 淑華議員 淑華議員我要請教是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了這一張 為什麼聲明稿說 沒有接觸過 可是會議紀錄裡面有 而且你說這會不會 會議紀錄有造假的問題 可能要去問這個林玉宏副秘書長 他的回答就是說什麼 以什麼公文為準 反正他就是沒有自己的意見表達 然後還有就是這一個案子 為什麼價 就是金額的部分 標的上權 原本是86億 他有好幾塊 但是最後 台北齊寸土寸金 他還可以降價 這是我們沒有看過的事情 但是黃珊珊他講說 因為我如果是這個地方 這塊塊我表不出去了 我們就要檢討 我們檢討的方式就是 好啦 那我們看拆一拆 讓金額比較低 不然我們就拆完之後 我們再打個折 再打個折 標得出去為他們唯一的目標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寸土寸金的地方 然後你好像大開方便之門 就是為了那一些 刀叉吃人肉的財團 那你的了解是什麼 對 其實我越看 我越覺得太生氣 因為我本來想說 這個不是一個標案嗎 那你一直寫了一大堆的名單 那個潛在投資人的名單 寫了一大堆 好像14個人 我現在都覺得扣掉星光 再扣掉這次的爭議的元大 那甚至還有11位 都覺得這11位 到底有沒有去諮詢 到底有沒有真的去問 好 那我們回到元大的部分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那麼大動作的反彈 我也覺得滿訝異的 我後來再調一下那個 星光的這個 他們當時的訪談紀錄 他的訪談紀錄裡面 就是叫他們三塊要切開處理 這星光的 他正式有訪談紀錄 三塊切開處理 然後權利金要下降 所以星光要求說 這這麼大塊我吃不下來 然後再者是金額太高了 我們可不可以打個折這樣 沒錯 所以他訪談的過程是這麼講 然後裡面有一個叫做 策約 策約開發管理 這個就是我們的PCM 就這個案子的PCM 專案管理 對 總共400萬的標案 他拿去了 那照理說整個會議裡面 都要有這個人 都要有這個公司出席 因為他是必須做 整個的計畫的一定定 然後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元大 你看元大的這個訪談紀錄 沒有這個人 沒有這個PCM 然後呢 沒有那間公司 然後重點是 他寫的這個內容裡面 跟星光的內容幾乎都一模一樣 訪談內容幾乎都一模一樣 所以為什麼元大會跳出來 非常嚴厲的駁斥 沒有接觸過 我什麼時候跟你說這些東西 我就沒說這些話 你為什麼要塞在我嘴裡 所以他才要開這樣子的會議 那做這樣的反駁 那後來呢 昨天就有某個媒體的記者 去問了元大 後來我再從那個記者的嘴巴裡 我再去問他說 那到底是怎麼樣 他到底有沒有去 結果呢 元大是有去 他是12月的16號 下午4點到市政府 去談的是內湖的一個BOT案 那不就是這樣 對 我跟你談內湖的案子 你跟我講四北科的案子 對 沒錯 然後那個標案呢 事實上他們就在進行當中 重點是在於說 他是下午4點 可是這個會議紀錄是2點 那怎麼會有這樣的會議紀錄 這個就很奇怪 然後我剛剛又去調了 我說所有的會議紀錄 這很奇怪 我就說沒有簽到嗎 你們今天做訪談的話 要有簽到 他本來是跟我講沒有簽到 沒有所謂的簽到的資料 結果後來我一直嗶嗶嗶 後來生出了這一張 難怪那個秘書長林玉宏他回應 剛剛林玉宏的回應是說什麼 他說一切都是台北市官方的紀錄為主 其他的他不發表任何意見 為什麼他這樣講 來 我們看這張簽到 我就覺得這張簽到 真的太誇張了 我是剛剛拿到的 你知道嗎 下面居然有元大的簽到 有元大建設的簽到 也有元大人壽的簽到 都有簽名 那這個簽名居然是 抬頭是寫下午2點的簽名 重點是主持人是誰 林玉宏不敢簽名 那到底這個會是誰開的 這個會是誰開的 林玉宏不認帳 那問題是這個 這個會沒有代理 都沒有代理 來 我們看這一張 來 我們看這一張官樣的文章 下面這邊蓋的章 是林玉宏辦公室的章 但是林玉宏本人沒有簽名 然後逼的元大幾的都簽名 談的是下午4點的會 然後 所以我就說這個太離譜了吧 你林玉宏 難怪林玉宏會這樣講 因為我不用負責任 因為我沒有簽名 所以你們來問我沒有用 你全部以官樣文章為主 官樣文章我沒簽名 所以我請律師來請教一下 原來他的官樣文章的意思 對 我就不用負責 因為柯文哲上面有按壓 那就算他要負責 對 柯文哲要負責 這要負責 對 所以這不用負責 所以林玉宏說 這個不干我的事 然後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林玉宏的背景 林玉宏他本身 他父親叫林鐵國 然後早期是認知 在台北市政府養工處的紀事 離職了以後 就由前市長林柏龍 推薦到胡志強那裡 首次擔任市長的進行 選總部的總務工作 然後從此以後 他就跟隨著胡志強 在胡志強那裡 然後專責 就是小金庫的一些業務 反正他就一直跟著胡志強 然後大概是這個樣子 他爸爸的背景是這樣 然後他後來就一直當公務人員 然後就一直在台北市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後來盧秀燕跟他造手 現在也在台中市政府 對 現在在台中市政府 所以我覺得還有一個關鍵人 大家可以去追 就是台中市政府的顧問 蔡壁如 因為從大巨蛋 到京華城 到現在北市科 我覺得蔡壁如應該也略知一二 所以我還是呼籲大家 趕快去問一下 他到底是不知道什麼狀況 我真的 剛剛才拿到這個簽到 為什麼你林副秘書長 不敢簽名 然後這個會議紀錄 又從林副秘書長辦公室 發出來的會議紀錄 到底這個簽名 現在元大又出來反駁說 我是下午4點開的會 我開的是內湖的會 所以這個跟我沒關 然後另外我再說明一下 為什麼元大 我也覺得元大真的蠻怪 他為什麼那麼生氣 後來才發現 我後來才知道 因為他去提說內湖的標案 BOT案 我就去調內湖的BOT案卡 就內湖的BOT案 難怪他會那麼生氣 因為內湖的BOT案 是在這個 109年的12月1號 開始辦理這個公開的招標 BOT案 他不是設定地下權 他是BOT案 好他第一次他就去投標了 投標後來審查審查以後 最後 說他分數不夠 最後說他分數不夠 資格不服就把他刷掉了 然後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我不是都談好 就是 剩下最後臨門一角 所有的東西我都看過了 我都已經了解了 後來又開了第二次標 然後想說好吧 那第二次標 那我就繼續吧 結果第二次標評審最後 他是最後一名 新關還比他前面 最後是被偽創拿走了 所以他會認為說你從頭到尾 把我當做陪榜嗎 會一直陪榜一直陪榜 那市政府到底是不是在搞我 所以他一直覺得 有一股怨氣吧我覺得 所以他們才會 在這一次 柯文哲把他放在 潛在投資人名單的時候 他馬上反擊 馬上發了這個聲明 那我就想說 為什麼他聲明比較晚拿出來 後來我再去問金管輝 金管輝說因為是 因為元大是一個金控公司 所以他所有事情其實是 聲明是一個重大的訊息 所以他必須要先透過金管輝 金管輝覺得他可以發 他才能發 所以他才隔天以後 才發這樣的聲明 所以我覺得這個貓膩在這裡 然後為什麼你把 你這樣子是不是有這個偽造文書 是不是連這個當時 主持會議的人他都不敢簽名 到底這個問題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講萬案到現在 還是沒有在查 還是沒有去了解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繼續追下去 那嘉賓外面我請教 我開的火 錢到我不敢簽 不然要講問 又對我辦公室出去 你覺得這中間有什麼樣的懸疑 其實剛剛益川有說過 公務員要自我保護的時候 留一手 他都會留一手 我們都知道聽起來 這位副秘書長本身也是公務員出身 而且爸爸也是公務員 所以該怎麼自保 做到副秘那個地位 做到長期負責管理小金庫 他總是要有個方法 其實老實說 從合理推論來講 最後這個會議紀錄 有蓋你負密組長室的章 表示你認 對不對 你認的內容你認 人家是底下簽 做負密主持的 會議紀錄要送給負密簽合 表示那天會議是沒有錯 所以你在那邊落款 落負密的辦公室章 這個應該就是 簽成是送到你確認會議紀錄 但是他今天可以說 我主席上面沒有簽名 但我們都知道 你當會議主席 你又是長官對不對 你忘了簽名 你跑掉了 今天公務員發發作 一定會追著你好不好 婚名這個沒有簽 對 有可能追 有可能追不到 有可能不敢追 對不對 所以他可能知道這個案很棘手 他就有留一手 就是說這個我沒有簽名 不能代表證明 這是我主持的 但是人家底下公文都知道 就是最後的會議紀錄 送到你在那邊去你確認 但是他現在可以推 他可以做 那個是收文章 那個是送來 我們這邊蓋個帳 表示我們知道 不代表是負密同意 所以這裡面要追的事情 還要拜託署罰議員 其實除了這個會議紀錄之外 付的有沒有內簽 因為通常一個會議紀錄 要付個內簽 內簽上就可以看得到說 是誰告訴這個 因為一個單純的 會議紀錄蓋個帳 並不能說明什麼 他一定要再付一個內簽 所以這個還有得追 依照公務機關的公文流程 不過這個的確 這個柯文哲要小心 另外的這個 這一個其實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張在我們機關首長 就好幾個張 這個是本張 有假張 乙張 秉張 秉張 通常假張 乙張 秉張 就會交給市長授權的人 那麼這個張要做什麼的 譬如說這個秉張 可能就是要合什麼合單據的 有時候主機當然很無聊 連那種買個什麼 訂書機的單據 也要報到這首長去蓋個張 那種事情不可能自己 首長蓋 都是交給一個機要人員 帶個秉張 乙張 假張 我當過機要 通常機要就會拿假張 但是這個張通常是什麼時候 這個張有時候是這樣 如果首長不再出國 不是不在 出國就要代行了 他有交給什麼 交給副首長 說這個事情你幫我決 不然他自己簽名就好了 所以覺得自己事態醜 所以這個張 理論上這個責任是市長要擔 但是有可能合這個張的人 不見得是柯文哲本人 可是 這應該是 蓋張可能不是 因為如果他也可以簽名 他不是說什麼 不要惹政生氣 不是就簽名嗎 對 而下面 對 所以這個就很奇怪 簽日期的人 如果說你都寫 都自己簽阿羅布書字的日期了 你為什麼自己不落款 自己簽日期的名 還要蓋個張 所以這裡面 我是覺得台北市政府 在他們的主政之下 很奇怪 大家都要防 防火牆 好幾道 因為我曾經帶過 我們首長的這個本章 對 因為首長說這個 你幫我處理 我就幫他 有授權 有授權 但是責任誰扛 首長要扛 對 如果是假章 以章 秉章 不一樣 假章是誰拿的 誰要負責 但是他基本上 首長授權下 是你做的決定 跟這個代表首長 決行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裡面 真的很多很多的貓膩要去追查 永宏要不一樣 我來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 給大家看這個蘇培要這個內籤 是籤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跟你講 現在籤贏中追得到 為什麼 他這邊有檔案編號 因為現在都是電子公文 你知道嗎 都是電子公文 所以電子公文內籤這件事情 公務員都我跟你講 你說檔案編號 所以我知道是誰出去的 對 因為現在的公文有分兩種 一種紙本 一種是電子公文 電子文 電子文包括是內籤也是電子的 你最後的籤稿到最後的函出去 都有電子的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是這個紙本的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 他這個當初的籤是電子公文 就是不是印出來送的 是電子公文在送的 但電子公文籤到最後 手掌的時候要紙本 電子公文籤到最後的時候 比方說我說局長的時候 我可以在電腦上直接我籤出去 對 我也可以說 因為我都在外面招來招去 還是我在議會備詢的時候就沒聊 還是我來上節目 你把它印出來 那印出來我就要用什麼 用簽名 對 那首掌都有兩種方式 我跟你講這個 對不起 這個叫直擊張 什麼意思 首掌我可以簽一個 可 絕 如你 對 一般市長都喜歡用簽名的 有些首掌喜歡用簽 但是那時候有時候時間很趕 對不對 時間很趕 你用直擊張是很快 這有時候直擊張 直擊張跟出去的文的張是不一樣 出去的文就是 你先都簽過了 然後再給那個用印的單位去用印 這叫直擊張 直擊張我們從當兵人事官簽到現在 直擊張你蓋了還是要壓一個 壓一個這個日期 所以我覺得這個基本上 這個直擊張不會是叫秘書幫他蓋的 因為還有 因為他還自己簽了一個 換句話說這個公文證明什麼 潛出培養公文就證明說 柯文哲對這件事情是知道的 知道什麼就是 這個權力金的底價下修這件事情 他是知道的 他不是不知道的 不是他下面的人大主大主 自己確定的 就是他知道 他同意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俗華剛剛跟大家報告的 我也是簡單跟大家講 為什麼跑出今天元大的這一趴 原因是這樣 因為大家在質疑說 你這T16 T17 T18 為什麼這個台北寸土寸金 然後你價格會越來越低 更重要是你把它分割之後 T16人家金人寶就要去給這個 產業發展的這個投資計畫書 為什麼T17 T18沒有 他就說因為當初有這個 跟這個潛在投資人去問過了 問過之後有兩家說沒有 拿兩家他就因為不好意思說只有星光 你看星光11月11號 他們訪問說他希望分開招標 訪問星光希望說能夠把這個 不要有投資計畫 11月12號第二天 他們就拍板同意了完全照星光的那個 後面的時機點包括這個元大 12月16號的說同樣的條件 其實是一樣的時間 那關鍵在什麼 只要今天元大人壽就講很清楚 他說我們去開的是屬於 內湖的一個BOT案 跟這個沒有關係 那表示現在柯文哲 你台北市政府 他已經不是台北市 柯文哲你的人在說謊 就現在他已經明明白白在說謊 當時就在說謊 現在繼續說謊 這是最可惡的事 所以元大人壽當時不爽 我明明跟你開會的是另一件事 你竟然幫我說成是那件事 然後又加上剛剛這個 這還涉及偽造文書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我有疑問 蔣市府到底有沒有積極 要去追這個東西 看起來還沒有什麼太多動作 還沒有什麼太多 那你們所知順利嗎 現在是順暢的嗎 現在沒有很順暢 沒有很順暢 我以為房檔紀錄沒有簽到 剛剛才會拿到這一份 跟要多久 要了兩天了 剛剛才這樣 所以我以為是沒有簽到的 我跟你講 然後我去調涅湖的BOT案 他的訪談紀錄都有簽到 我說那為什麼我們的T1 T17 18不用 他說有啦有有簽到 我說有簽到為什麼不給我們 他說因為我們還在簽合 總共給我簽合了三天 到今天要第三天 到剛剛上節目前 才丟出這一張 原來林玉紅秘書長 不敢簽名的這一張 我跟你講蔣市府 不要被人家看小了 因為民眾黨還特別嗆聲說 要查認真一點 叫你要認真一點查 所以蔣市府認真一點 不要讓議員所知 拖三組四的 電影律師我請教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稍早 不是有聊有關徐喬新的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 延伸到一個法案 什麼法案 歐洲商會他們說 現在台灣有一點 投資風險是什麼 因為有一個是 國民黨立委提的 藐視國會罪 大家知道說 罪重關於三黨 三十萬點 為什麼歐洲商會會覺得 這個事情很嚴重 假設我們今天在聊 藐視徐喬新 我們有沒有事 有沒有事 他如果說我今天 我要找克勒斯 到立法院 報告 對 是不是要接受或是怎麼樣 所以這一條案子 其實歐洲商會他注意到了 問題很大 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我看今天歐洲商會也發聲明 他發聲明 不是去否定他這個報告 他講了三個事實 第一個 我在台投資700億美元 歐洲商會 我在台灣有1000家會員 500家公司 歐洲商會 700億美元 大家可能數字上太多 平均2300萬人的話 如果今天極端的說 我歐洲商 歐洲歐商 我在這邊認為這裡 有投資的疑慮 我測掉了 平均台灣每個人 損失97萬 平均 損失97萬 阿里工作嘛 平均 大家可能就比較感受 預計說 我會減這些錢 我要這樣子講是說 歐洲商會為什麼提出 這樣的警訊 藍白在國會提的 這個秒是國會罪 當然國民黨主題 白色的也在提 裡面的主要的內容 當然三年以下有些圖刑 他們都說 美國也有 美國的藐視國會罪 也可以對官員 也可以對人民 但是他忽略了美國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歐洲商會今天 只對台灣發布警示 不對美國發布警示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美國講究政當法律程序 我們現在藍白提出的 這個藐視國會罪 是我國會自己決議 認定你藐視我 你聽政會說謊 你對我們不尊重 你拒絕政言 我就要給你起 後面這等於 拘束檢察官要去起訴 美國的做法是什麼 美國講求政當法律程序 結果藍白說 你看我都抄美國法 美國有藐視國會罪 你只拿擴權的那一個部分 對於權力制衡 政當法律程序 大陪審團 完全自製不提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是 歐洲商會為什麼 今天還要再發聲明說 我在台投資700億美元 我有一千家會員 500家公司 這是第一點跟第二點 第三點是說我每年都提建議書 我不是配合哪一個政治集團 我每年都提建議書 關注的是台灣政經情勢的發展 對外商而言是什麼 我看這個地方的投資 會不會有風險 我如果這個地方投資有風險 我當然會勸我的國家 或者歐盟 他包括英國 歐洲商會包括英國 整個歐洲國家告訴他們說 你要來台灣投資你要注意 藍牌通過了這個藐視國會罪 如果通過的話 他有什麼疑慮 我們知道有很多錢科的立委 不要說負責 然後有一些地方結構 他是有 他確實有 他確實有 他是傳奇 傳奇就是有錢科照樣當總召 這是傳奇 然後再來是什麼 他還是有其他的 有案再生的立委 他可以透過這條藐視國會罪 去威脅那些廠商 我今天叫你來 如果你不來 我可以獲得什麼立委 關鍵 因為我們憲法67條 很清楚講說我們委員會得邀請 官員之外 社會上所有有關人士 所以我今天要邀請許貴雅來 委員會報告也是要要求 我就說我覺得你這個節目 怎麼樣怎麼樣 什麼涉及什麼就來 你如果來還不禮貌 照現在國民黨的版本 三年 三年 提空邀請來賓的標準在哪裡 對 如果不提空表示我會 比以前空間罪還要高 不是 你立委這麼大 可以這樣 這個擴權為什麼會讓歐洲商會提出 我剛好跟 就是已經超出範圍了 美商的經理人在聊這個事情 美商也持續在關注 美國是藐視國會最 現在藍白都講我都超美國 美商也在講說 台灣這樣子 美國商會的經理人在跟我講說 他們持續關注 歐商已經講了 還有一個關鍵 因為美國是沒有質詢權的 所以他是要透過這個 聽證會的方式去處理 所以他特別要去訂定 這個藐視國會 因為美國是沒有質詢的 是我們類似內閣制國家 才有這樣的質詢權 所以立委不能夠把自己做這麼大 這也會引起台灣整個 投資的環境等等 對 這影響是非常嚴重的 柯文哲他應對媒體有鯊於理論 議題我就一直丟一直丟 讓你暈頭轉向 可是大家記性都不差 反走過會必留下痕跡 柯文哲打臉柯文哲 不是新聞 但是這一招 現在被許小新發揚光大 小新大姑涉嫌 詐騙洗錢 婆婆的房子有抄帶的遺雲 她就唯未救照犧牲自己 我這個破皮名牌包拿出來 她說自己一直到15歲 都跟早餐店客人共用廁所 一下說借100萬 就跟借廁所的衛生紙一樣 一下就說我自由家貧 一下就說跟郭台銘比 當然是很窮 聊天好聊天散假 許小新打臉 許小新這也不是新聞 但是小新他要繼續這樣 等於他就是在台灣社會裸奔一樣 那也沒關係 在座的名嘴們 抽絲剝繭的能力特別強 LV的這個包包破皮 這只是小菜一碟而已 主菜就是婆婆還有大姑的這些事情 你有沒有角色 這個是鯊魚理論 沒有辦法轉移焦點的 明天同一時間所有電影新團加油 我們再會